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童谣会用上一个小丝巾 如果你没有小丝巾的话 可以用一个小手绢,小毛巾,小床单 或者是一张小纸巾来代替都可以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小朋友 我们现在是什么季节呀 对了,现在是冬季 冬天呢,我们会看到小雪花 我们一会儿呢,就会用这条小方巾来代替小雪花 冬天过后呢,就是春天 春天呢,会刮起春风 夏天会下起大雨 然后就是秋天了 秋天呢,树叶会在树上摇啊摇,还会落下来 好吧,那我们先从我们现在的冬季开始 冬天来了,雪花飘呀飘 用你的小丝巾在天空上飘呀飘 雪花飘呀飘 飘到了房顶上 在上面 在上面晃一晃,往顶上 雪花又飘到了树枝上 在你的心前晃一晃 雪花又飘到了草地上 把草地都覆盖了,变成了白白的雪 用你的小丝巾,用你的小丝巾在下面晃呀晃 就像雪飘落在了草地上 好,那我们再来一次 冬天了,雪花飘呀飘 雪花飘到了房顶上 雪花飘到了树枝上 雪花又飘到了草地上 春天就要来了 春天要刮起了大风 好,刮风了 我们吹一吹你的小纸巾或者小丝巾 刮风了 风儿吹呀吹 风儿吹到了房顶上 风儿吹到了树枝上 风儿又吹到了草地上 尝尝尽叶 尝尝的草儿 尝尝的草儿摇啊摇 夏天了,夏雨了 雨花花的下 哗啦啦,哗啦啦 雨滴滴到了房顶上 雨滴滴到了树枝上 雨滴又滴到了草地上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 树叶在树上摇啊摇,晃呀晃 树叶飘下来了 树叶飘到了房顶上 树叶飘到了树枝上 树叶飘到了草地上 小朋友们喜欢这个歌谣吗? 那我们再来唱一次 冬天了,雪花飘呀飘,飘呀飘 雪花飘到了房顶上 雪花飘到了树枝上 雪花又飘到了草地上 把草地覆盖了,变成了白白的大地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刮起了风 风儿吹呀吹,吹呀吹 风儿吹到了房顶上 风儿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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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滴落在了树枝上 雨滴又落在了草地上 湿润了大地 秋天了 树叶在树上摇啊摇 摇啊摇 树叶飘到了房顶上 树叶又飘回了树枝上 树叶又飘到了草地上 树叶飘呀飘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歌谣就学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